接下來呢 我們要跟各位介紹比較複雜的GPIO 還是GPIO 可是比較複雜 就是各位的七段顯示器 我們在前面跟各位講的就簡單的 一的是秀一個LED的燈 或是讀一個波的這個紙 可是我們遇到真實的事件不是這樣子的 比方說我們會看到很多的LED的燈 或是我們會看到七段顯示器 或者是我們會看到一個Keyboard 而不是一個Switch的按鈕這樣子 所以接下來我們的問題就是說 請問我們的一個控制器 怎麼去面對這麼多的Display 以及我們的這個控制器 怎麼去面對這麼多的輸入輸出 我們必須想要一些好的方法 才可以去把這麼複雜的輸入輸出裝置呢 做好控制這樣子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如何對複雜的IO裝置做GPIO的控制 事實上我們等一下會看一個就是 你如何透過GPIO來控制一個控制IC 然後那控制IC呢 其實它是聽得懂你在GPIO上的訊號的 對 因為對各位來說 GPIO是一個可以ON跟可以OFF的一個訊號嘛 所以你可以做出方波 你用這個邏輯分析去看那個接角 你會看到是方波的訊號 所以你只要透過一個正當的Pattern 你就可以產生出你想要看的東西 等一下我們就看到這個example GPIO的功能其實算相當強大 你可以做很多的控制這樣子 那只是各位要注意一下就是我們GPIO就有一個接角嘛對不對 所以你接一個燈就亮燈就不亮 接一個keyboard keyboard ON keyboard不按 就這樣子 你的電腦的keyboard 100多個pin啊 你說100多個pin簡單啊 反正我的接角多的是 我就把一個GPIO全部接到每個pin上去 當然這是可以的 可是問題是很浪費你的pin腳 pin的接角 你的pin不想這樣用 所以你就必須用別的方法來控制你的這個接角這樣子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曼文跟各位介紹 你如何用比較少的接角數 就會做到比較多的控制的方法 當然你就失心了速度 可是你就賺到了你的pin腳這樣子 那第一個就是各位的這個七段顯示器 那七段顯示器就是長成這樣子 在各位的盒子上面也有 是在各位的七段顯示器 那簡單來說七段顯示器其實是八盞燈 八盞LED的燈就是這個ABCD 這個1 2 3 4 5 6 7之外還有這個點這個燈 所以事實上它其實就是八盞燈就對了 所以對各位而言其實很簡單 就把GPIO的PA POR A的0到7呢 連上去就可以控制這個八盞燈了 都沒有錯 所以很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只要控制這八盞燈 自然就可以產生出 控制這個七段顯示器的效果這樣子 所以各位看 各位的板子 然後把各位的板子上的 用GPIO的POR A的四個接角 跟GPIO POR C的四個接角 就可以連到各位的這個七段顯示器上面 當然這個到底要哪一個接角呢 其實是各位可以自己決定的 所以各位不一定要POR A的0到4 0到3 跟POR C的0到3 你也可以用POR A的0到7也可以 這個是各位自己隨便各位接的 那這個七段顯示器有兩種結構 一種叫做共陽極的結構 一種叫做共陰極的結構 共陰極的結構 共陰極顧名思義就是 這個共同的部分是接D的 所以各位這邊接D 然後這邊輸1 這燈就會亮 那反之呢 共陽極這邊接5幅 這邊接0 這就會亮 所以就是不同的結構這樣子 看是共陰極的結構 還是共陽極的結構 以這個接法來說的話 它應該是共陰極的 所以這是共陰極的結構 接這個系統 也就是說呢 各位可以寫一個程式 一個OUTPUT的程式 就把剛剛的程式 複製八遍就可以了 然後接下來呢 各位可以針對A B C D 這幾個LED燈子去點它 所以你可以點出1的樣子 點出1的樣子 怎麼點呢 就把B跟C呢 都點亮 把剩下的全部OUTPUT的0 然後在B跟C輸出1 就會變成1的樣子 同樣當你2 可能就是A B G E D 是ON的 其他都是OFF的 你就會達到2的效果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 簡單的七段顯示器的做法這樣子 所以各位看一下這個八盞燈 八盞的七盞燈加這盞燈 其實呢 就是對應到這個切角的這個值 那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如果我今天要秀一個0這個字的話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把 A F E D C B點亮 然後把G呢 變成ON的就好了 所以各位看就變成 F E D C B A 是1 然後呢 G這個燈 跟DP這個點 H這個點 點成ON的 就變成這個0的數字 所以各位呢 應該不難找出所有的組合 從0到9 你應該要點亮哪些點 跟點ON哪些點 就達到這個結果 那這個做完之後呢 你還是補法控制它 因為你不知道 你的每一個接角接什麼地方去 我們就 假設你是這樣接的 你的PA0呢 你的POR A的PIN0是接B POR A的0接B POR A的1接A POR A的2接F POR A的3接G 如果你這樣接的話 那你C呢 C是 PC0接1 PC1接D PC2接C PG3接H 如果你這樣接的話 那你的Combin是接你的Ground 然後這邊就輸1 就變成亮的話 你就會得到另外一個特殊的 我們叫做編碼電路 編碼的結果 你要輸入0的話呢 代表什麼意思 你要輸入0的話呢 代表AFG ECD 要變成1 然後G跟X 輸出成0 所以就得到這樣的一個Pattern 而如果各位把這個Pattern 對到這個結果去的話呢 你會發現呢 你的POR A呢 你的POR A呢 要輸入什麼 G是什麼 G你希望它是0對不對 所以是0 111是7 然後這邊是什麼 這邊是0 111是7 所以如果你要讓你的LED燈 而且你又是這樣接的話呢 輸入一個0的樣子的話呢 你其實是要在POR A的地方呢 輸出7 然後在POR C的地方也輸出7 才會讓你的燈呢 顯示成A F E D C B是亮的 然後呢 G跟X是暗的的設計 如果你不是這樣接的 你就有自己的一個 輸出輸入的一個編碼的方式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如果各位要輸出一些 各位想要得到的Pattern 就必須先研究 各位這個Pattern呢 應該長的樣子 以及各位接的接角呢 應該輸入或輸出的樣子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 供音級的 輸出1會亮 輸出0會暗的設計 然後是用PA0到PA3 分別接的接角是這樣子 那就會有這樣的設計 所以各位就可以寫一個程式呢 來控制這顆七段顯示器 讓這七段顯示器呢 輸出各位想要的0到9的樣子 那這是各位的程式 不過這是C的程式 在忍耐一兩個禮拜 就可以進到用C來做一樣的事情 我們之前都用Assembly做這個事情 那我這邊特別是跟各位講 那個邏輯上 是這樣的 首先呢你要先對GPIO呢 先做初始化 那各位記得初始化 GIP不外乎就是把 某一個AHB2的POR A POR B POR C 把哪幾個把它打開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Initial GPIO就是 Initial POR A Initial POR B Initial POR C 以剛剛的Case來說 就是POR A跟POR C要Initial 那怎麼Initial POR A跟POR C呢 基本上就是把 HB2的某一個bit inable起來 就可以達到POR A POR C的 inable的動作 接下來呢你要設定它的Clock Input Output 以這個Case就是 它要是Output用 而且它是要Pull Up的 對不對 所以各位可以看 基本上我就做 HBBus的啟動 啟動完之後 我要的是哪幾個Pin 我是Pin0、Pin1、Pin2、Pin3 Pin0、Pin1、Pin2、Pin3 然後我要Initial POR C 然後Initial POR A 然後呢是Output用 它的速度是多少 然後呢 用什麼樣的方法來做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 全部設完之後呢 就會進到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呢就是 輸0、1、2 然後每秀一個數字呢 就Delay一秒鐘 就達到這個效果這樣 如果我們今天要犧牲我們的 八支接角 控制一盞七段顯示器的話呢 我們大概就是要這樣接 這樣去設計它的 輸出的訊號 然後最後呢 我們要寫一個類似這樣子的程式 不管是C也好 或是組合圓也好 我們要設定它 啟動它 然後輸出應該有的資料到 某些Pin角去 那這樣就可以達到 控制這個 七段顯示器的目的 所以各位從一開始學會 如何點一盞LED 現在會點了八盞LED燈 就是一個七段顯示器 接下來就比較麻煩了 我們如果今天控制的是 一顆七段顯示器 會耗掉我們八支接角 其實我們現在要控制四顆 七段顯示器 要幾支接角 四八三十二嘛 我們要犧牲掉我們三十二支接角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要控制 八盞七段顯示器的話呢 就要六四支接角 其實我們吃不消的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必須要做個決定 我們如果不要這樣做怎麼辦 不要這樣做的方法就是 我們可以一次輸出一個燈 然後再切換到另外一個燈 再輸出一次 再切換到燈再輸出一次 再切換到再輸出 然後再回來 輸出一個燈到一次這樣子 你說這樣的話代表燈會 亮閃亮暗亮暗 對不對 可是如果它掃得夠快的話 其實人就看不到了 所以一種方法就是用 Multiplexing的方法就是 我如果沒有辦法在數量上 付出六十四個的話 那我就用八個掃八次 然後呢我就每一個拿CPU的八分之一的時間 那就問說 請問八分之一的時間 會不會讓燈的效果不好 或者是過暗 或者是你會看到閃爍的現象 基本上就開始欺騙人的眼睛了 就開始欺騙人的眼睛 或者是有沒有辦法用一些控制器 來維持它原來的資料內容 所以你要嘛就是你用輪掃的 去掃這些資料 你讓人沒有感覺 或者是你找個控制器來 在還沒有更新資料之前 它OS輸出跟上次的資料 是一樣的東西 那這樣子也可以達到一樣的目的 我們就開始思考說 如何用一些別的方法 來控制更多的IO port 那這就是一個簡單的設計 它是一個四盞的七段顯示器接在一起 它除了它原來的A B C D 這個接角呢 需要輸出八個值之外呢 它用了這個D0 D1 D2 D3 D4 的接角呢 來控制這四個 到底目前是選擇誰 所以D0是1的時候呢 你可以選擇 我現在是輸出D0跟D1 代表我現在輸出的訊號 是對D0跟D1做控制 所以它就可以用選擇的方法來選擇 我到底對誰做控制 所以它其實是8加4個接角 所以它用掉了12根接角 可是它可以選擇 我今天要對D0 D1輸出 我要做D0 D1 D2輸出這樣子 那我可以一次選擇對一個輸出 那各位會問我說 那我可不可以用兩個bit來選擇哪一個 我可不可以用8加2來選擇 因為我只要選00代表選擇D0 01選擇D1 所以我只要用兩個bit 就可以來控制選擇誰這樣子 那這也是一種設計 不過不一樣的地方是 你的這種設計呢 你只能選擇其中一個 那這種分開的設計就是 你是可以選擇兩個的輸出結果 比如說你一次四個都在一起輸出同樣的東西 就是8888 你就把這十個一起 D0到D1到D2D3都選擇1 然後輸出ABCD到8就可以了這樣子 這是一種設計的方法 就是你透過選擇器能來選擇 你要輸出哪些值給它 那變成說你不用4832個接角 而是用D0到D3的選擇器來選擇 你要輸出哪一個東西 然後再用ABCDEF的G 來看要點到哪一個燈 那這是一種做法 用一些輪循的方法 來達到四個LED的輸出 看各位的裝置是什麼買的 各位買到的裝置是什麼樣的裝置 那各位怎麼樣來控制這個裝置 我們接下來跟各位介紹就是 各位目前在各位的實驗工具裡面 有一個一排的七段顯示器 事實上是有八顆 有八顆七段顯示器 那那個八顆七段顯示器 理論上講你會用掉你64個接角 可是事實上呢 那個七段顯示器底下 放了一顆小的IC 那這個IC叫做MX7219 這顆IC 那這顆IC就是用來控制 八支七段顯示器的 它長得像這樣子 長得像這樣子 所以各位看到的是一個 這樣子的結構這樣子 那這個結構呢 理論上講它64個接角嘛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它沒有用64個接角 因為這個IC呢做了一些處理 也就是說呢 各位其實不是直接拿各位的SMT32 直接跟這個八顆七段顯示器講話 而是你去跟另外一個控制器講話 而這個控制器叫做這個 7219這個顯示器 那這顯示器很好玩喔 這顯示器是怎麼做的呢 它自己對外呢 有八個接角 接著這八個選擇器 另外有八個接角呢 來輸出它八個 到底是哪一個的數字 所以它其實外面對於這個系統呢 其實用了16個接角 就八個呢 是選擇這八個的 那另外八個呢 是選擇這八段 這個七段顯示器的八個燈呢 到底要長成什麼樣子 可是它對外很簡單 它對外只有五個接角 一個就是正五幅 一個就是接地 這一個跟這一個 正五幅接地 這兩個接角 那另外呢 有三個接角呢 一個就是資料的輸入 驅動這顆IC 請這個IC做動作 以及呢 給它一個參考的clock 所以它這個D-In呢 clock跟load這三個pin呢 其實是最重要的pin 那這三個pin呢 拉到你的SMT32 那你的32呢 就用三支GPR的pin 去跟它對接 也就是說呢 各位只需要用到三個pin的接角呢 就可以控制這個 八段七段顯示器 那各位覺得很奇怪 你如何讓原來需要64個bit的控制器 最後只用到三個呢 怎麼做的 你如何去控制一個 你要控制它16個接角 可是最後你只用一個pin去控制它 怎麼做的 對 就是你把原來是平行的輸出呢 把它打平 變成串列的輸出 你給它一個接角 可是你一個接角 你分時間給它 你就說 3 2 1 5 6 7 你懂什麼 就是一個接角 你用一個接角的訊號呢 來跟它講一連串的資料 你把這個八個bit訊號呢 把它打平來 用一個接角呢 在不同的時間點呢 給它輸出不同的結果 就是一個簡單的把平行鋪呢 轉成串列鋪的概念 你必須要同步它的clock 不然它不知道什麼叫做 該要去看資料了 串列鋪跟平行鋪最大的問題是 在串列鋪裡面呢 就是所謂的serious port serious transmission裡面呢 你必須要知道 什麼是你參考的 要看的時間點 不然的話 我說11100的話 為什麼不是11111100000 所以很顯然的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標準說 我們這個時間要看 這個時間要看 這個時間要看 不然的話呢 沒人知道什麼時候該看 我給你一個訊號是1的 告訴你0的 你說這是1跟0啊 不對不對 這是100個1跟100個0 你怎麼判斷 其實你就要靠 要有一個參考的clock 這是為什麼 各位有個CLK的關係 所以簡單來說呢 Max7219呢 是一個把 本來要把做64位元 或是8位元的 平行鋪的訊號呢 把它打平 放在各位的DIN裡面 也就是把剛剛的64個位元說 我要讓第一個接角 輸入8 第二個接角 第二個IC 輸入7 第三個 八七段顯示器輸入1 我把剛剛這些訊號 從原來要一次輸入8個bit 8個bit 把它改成慢慢跟它講 可是你把它打平了 用突然一步跟它講的話 你就不需要有一個很穩的clock 所以這基本上就是 你要有clock的原因 光這兩個接角 你就可以跟它講說 我輸入1 你取樣一次 我輸入0 你取樣一次 所以CLK呢 就有點像跟它講說 你該什麼時候取樣的意思 然後你只要輸出正確的資料 在你的定印裡面 只要跟它講正確去取樣 那對方就可以收到你好的東西 代表你的這7219裡面 應該有個register 它會慢慢的收 慢慢的收 慢慢的收 收到這個值 才把這個值呢 output到它的這個八顆 七段顯示器裡面 本來是我要輸入1 2 3 4 5 6 7對不對 也是一樣啊 因為它有種掃的 掃 就是秀1 然後跳過來秀2 跳過來秀3這樣子 我不是同時秀這幾個數字 而是我是秀1 然後再秀2 再秀3 再回來再掃1 再掃2再掃3 這樣其實就可以了 各位就知道這個 這一顆IC呢 其實就某種程度上 它的工作就是怎麼樣 就是把你給它的 串列訊號 把它分解成一些 它所需要得到的 命令也好 或資料也好 透過這個命令跟資料呢 來控制各位的 這八顆七段顯示器 就是我們這個 MAX7219的原理這樣 接下來的實驗裡面 各位就必須要學會 如何用各位的 GPIO的三根接角 去接這個MAX7219 然後你要跟它講什麼東西 那它就會根據你講的東西 去轉換成應該秀在 這八顆七段顯示器的內容 那我們就基本上 就要學這件事情 首先呢我們把這個 7219這顆IC呢 把它剖開來看 它到底沒有什麼東西 為什麼它可以做到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它是這樣子的 它其實呢 是透過這三個值呢 來判斷的 第一個呢就是透過CLK CLK就是給它一個clock 這是clock 它always在上升的時候呢 去取樣它的結果 所以如果你把訊號 把它擺在你的D印裡面 clock是high的話呢 它就在high的時候 你就取樣說好 那就是high 那就是1的意思 那如果你output的D印是low的話呢 那再給它一個clock說 現在high了 它就說現在是low 所以事實上你是 先擺好資料在D印裡面 然後再給它一個clock 再給它一個on跟off 然後它用on跟off這個時間點 來取樣它的 在D印上的內容 取樣完就把它放到 它的register裡面 等它累積到一個資料 一直會type到它的資料裡面呢 一直到什麼時候 一直到你跟它講說 好 我的指令下達結束 所以各位在這個low的CS裡面 給它一個訊號跟它說 好 我剛剛交到你的資料 請你就我剛剛跟你講的資料 前16個bit把它取樣 拿來看看到底什麼東西 它就把這整個內容呢 拿去送進去做判斷 那這個內容呢 不外乎就是 要show的字 or 你要下給它的命令 這16個bit裡面呢 其實就是要show的字跟命令 那各位知道 一個down其實只需要8個bit 所以D0到D7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會有16個bit呢 原因就是因為 它其實裡面還夾達了一些控制命令 比如說叫你閃爍啦 叫你清乾淨啦 叫你調亮度啦 或是叫你測試啦 什麼之類的東西 所以各位所看得到的就是 這一個這兩個這三個 這三個bit是最多的bit 那其他當然還有vv vcc還有各位的ground 所以裡面包含什麼 裡面包含呢就是 它有一個address decode 是用來判斷命令的 然後呢這命令有包含什麼呢 命令包含呢 shutdown 包含mode 包含呢亮度 包含呢scan 到底scan幾個接角 然後再來是 它還是會做一些測試 所以這四個bit呢 有16個種選擇 這16種選擇 代表16種功能 所以等一下我們介紹這些功能 這些資料呢 不外乎呢就是 用來判斷功能的 或者是呢是直接秀在 顯示器上的東西這樣子 所以主要是靠這三個接角 第一印 它是一個serial data input 是串列的 是串列的 不是平行的 一般來講 像我們剛剛講 用八個接角接八個LED燈 秀七段顯示器 那就是平行鋪 這是串列鋪 它把七個bit的內容 把它放在一個時間軸上 攤出來給各位慢慢的輸入這樣子 所以你會問說 這樣是不是比較慢 對這樣比較慢 因為你要一個bit一個bit輸入 而剛剛只要八個bit一次給出去 現在一個bit一個bit的輸入這樣子 主要有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因為它其實很快 已經夠快了 那第二就是cs 就請它load 跟它說好 我做完了 我剛剛給你的資料 你把它來解讀這樣 看是data是control 你就做個判斷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你要給它一個clock 跟它說呢 那它永遠都是在 上升的edge的時候呢 做取樣 你只要看到clock一往上 它就把這個 跟它收到第一的資料 就把它丟到這個 internal register裡面 那它的格式呢 16再長成這樣子 那總共有16個bit 包含前面八個bit裡面 這四個是沒有用的 你可以想到是控制命令 控制命令 那後面就是data 就是control跟data 前面四個bit是control 後面是data這樣子 前面四個bit沒有用 所以都全部打差 那後面四個bit有用 那全部都是0的時候呢 代表是沒有op 不做任何動作 前面係數1的話呢 就在指D0一個digital 總共有7個digital 0001就這個值裡面 如果是0001的話 指的就是指第一個digital 然後同樣道理就是 1 2 3 4 5 6 7 8 分別代表0 1 2 3 4 5 6 7 這七個七段顯示器 代表是定值到那個七段顯示器 接下來呢 的1 2 3 4 5 這五個數值呢 代表的是模式的意思 或是comment的意思 包含1001的話呢 代表我要 我要告訴這一顆控制器說呢 我要改變它的decode模式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什麼叫decode 第二個就是它的亮度 它的燈 它可以調燈的亮度 還有它8個燈呢 它可以只繡一個燈 或繡兩個燈 或繡三個燈 或繡四個燈 或繡五個燈 或繡八個燈這樣子 那各位知道繡越多燈 它就是mine pressing越多 它的亮度就會越低一點點這樣子 然後呢 再來就是它可以把它關掉 再打開 把燈全部按掉再打開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你可以請它做個測試 做個顯示的測試這樣子 那假設以shutdown來說的話呢 基本上呢 前面的控制命令 如果是1100的話 就是它16個bit裡面的 前面4個bit我們不care嘛 後面4個bit是1100的話 代表這個動作叫shutdown 所以如果我拿到一個指示 Don't care don't care don't care don't care 1100 我代表知道 它要告訴我 要做下當的動作 這時候我就看後面8個bit 後面8個bit 後面8個bit如果是0的話呢 我就知道它其實就是要shutdown 就是要關掉 把燈關掉 全部關掉 那如果是1的話呢 代表它就亮起來 震神的聲響進來 所以各位看就是我 我輸D in 輸clock 輸D in 輸clock 輸D in 輸了16個之後呢 我跟它cs 跟它說好我送完了 然後它就把這16個bit抓起來之後一看 Don't care don't care don't care don't care 1100 說原來你要叫我做shutdown的動作 那再看後面是Don't care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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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t care 0 我說原來我要進到shutdown mode 我就把燈關掉 這樣子 如果是Don't care don't care don't care 1的話呢 代表要回復原來的狀態 所以各位的SMT32 跟這一顆MAX7219的溝通 就是這樣溝通的 三隻接腳 送D in 控制clock 送D in控制clock 送了16次之後你給它cs 請它好好去想想想看該做什麼事情 它收到之後去做判斷 前面四個bit don't care 後面四個bit comment或是address 後面四個bit 各位要做的data 就讓你做掉 OK 所以各位就變得不是用每個pin來控制它的燈亮度 而是你告訴一個人請他幫你做事情 那這個人就叫做7219這樣子 好 那我們剛講shutdown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你可以選擇mode 叫做mode decore mode 什麼叫decore mode呢 decore mode是這樣子 這個七段顯示器 基本上是用來秀1234567890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呢 如果你只要讓它秀1234567890的話 其實呢你就知道秀0就是這六個燈嘛 秀1就是兩個燈嘛 秀2就是這五個燈嘛 然後這12345個燈嘛 就基本上你是知道的 如果你只是用來秀0到9的話 其實呢 你根本不需要這麼複雜去控制這八個燈的亮度 其實你剛講說秀0 他就知道這樣秀嘛 秀1就這樣秀嘛 秀2就是這樣秀嘛 你可不可以跟他講說秀1就好了 你秀1就好了 秀1就這樣秀 秀2就秀2就好了 所以你有沒有可能 你只要跟他講數字 他告訴你怎麼秀 而不是控制說 亮不亮亮不亮亮不亮不亮不亮 這就是一個code的概念 就你跟他講其實不是 哪一個燈要亮跟哪一個不亮 而是你跟他講我就是要秀1這樣子 所以這叫做code 那在這個裡面叫做code B 這個7219有兩個模式 一個模式就是我跟他講 我說我不要你多管閒事 我想要秀1 我想要秀H 對不對 我也可以秀別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跟他講 我不要你吉婆幫我做秀的動作 我自己來控制每個燈的亮 這是一種做法 Or你跟他說 好我用你的call book 我用你就是字型 然後我交給你這樣子 請你幫我秀第幾個字這樣子 所以你有兩個模式 一個是你輕力輕微 每個燈自己點 Or你跟他講你要秀什麼東西 那他有一個phone 這table 你要秀1 他告訴你說他秀1長成什麼樣子 所以呢 如果呢 你跟他說你要做mode的設定 我們剛剛講說mode的設定 代表你要輸出 前面四個bit是don't care 後面是1001 代表要做mode的設定 那後面呢 這八個bit呢 只有四個選擇 就是你可以選擇這四個的處理方法 其中一個 如果你輸的是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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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呢 代表說你不對0到7個digital做任何的decode 也就是說你這八個汽車顯示器呢 你全部自己管 燈怎麼亮是你自己決定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你最後一個bit呢 digital 0呢 是用code b來decode 那code b我們等一下講什麼叫code b 那其他呢你自己控制 Or呢是後面四個bit呢 後面四個digital呢是用code b 前面四個digital呢是我自己管 Or全部都要自己管這樣 第一個是全部要自己管 再來是最後一個用code 前面自己管 或者是後面四個bit digital用code b 前面四個bit 自己管 或者是全部都用他的codebook 來輸出這樣子 那看你後面的接多少 什麼叫做code font呢 這code b的font是整什麼樣子呢 就是它總共可以秀16個這個結果 如果你把這顆ic呢 872190呢 啟動成code b的font的模式的話 你只要在你的d0 d1、d2、d3 的四個bit裡面 跟它講說你要秀什麼字就好了 因為各位知道 基本上就是0到9嘛 其實就2的四四方就可以把它搞定了 所以你只要把d0跟d3 這四個bit呢 用來秀說我要秀什麼字就可以了 如果你秀的是0的話呢 它就秀0 你要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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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off 對不對 所以呢你跟它秀 你跟它說我要秀0 你就不用管這八個記號 怎麼on跟off 因為它自己有個codebook 你跟它說我要秀0這個字 就是0000 它秀0 它就會在這邊寫111100 類似這樣子 好 那秀0 在d0到d3 給0 就秀0 給1秀1 給2秀2 那後面有12345 還有第六 六個字 因為我們知道0到9 有十個字嘛 二四四方有十六個字 它還有另外四個字就是中間一槓 還有e 還有h 還有l 還有p help 然後還有空白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這是各位可以選擇的 如果說各位想要秀個什麼more 就不能用codebook codebook沒有more 這樣子 所以各位如果要秀超過字 就不能用codebook 那好處就是 如果你有codebook的話 你就不用去管這個燈的怎麼亮 因為只要透過codebook就可以了 可是各位記得要把它config成codebookmore才可以 所以這就是各位decode register 這就可以請他來幫你decode 或者是各位可以自己decode 那如果是各位要自己每一個親力親為的話 各位要記得各位的d0到d7 就代表這些意思 所以如果各位要讓某一個字 秀成more的話呢 各位就可以用digital 100 Don't care Don't care Don't care 0011 然後後面就帶各位要秀的這個字 這次的內容就用這個來決定 就是fab fab fab 是1 其他就是0 就變成一個more 就是各位仰賴它的編碼器 而是用你自己的方法來秀這個螢幕上的東西 另外還有顏色 深度 有暗的 有亮的 那也是一樣 你前面的四個control bit 剛才說我要設定明亮度 後面四個bit 就代表它的16個等級的明亮度 只有16個等級 雖然後面有8個bit 有256個等級 可是事實上它只有d0到d3有用 所以它有16個等級的明亮度 各位可以試 然後另外就是可以scan the limit 你可以請它或者scan 第一個bit 第一個digital 或第一個第二個 或第一個第一個第三個 和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第七個第八個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選擇要scan到哪邊去 如果你只用它兩個bit 你就不需要scan全部 因為後面其實你都不會修 所以這會影響到你的明亮度 這樣子 所以這裡你也可以設 好 那你也可以做test 請它做一個測試 測試它會把它全部亮起來 就全部關掉這樣 這是它測試的這個控制 所以各位可以送個命令給它說 我要請你做測試 全部亮全部關 你就知道哪個燈是壞掉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透過din跟class 輸入16bit的資料給它 然後再用cs請它去把這資料拿回去做處理 拿回去處理的時候 就根據它的前面四個bit是don't care 前面的再四個bit是address 某個digital或者是command 那在後面就是後面的 你要下command的內容 或是你要輸出的資料 就是這樣 假設今天要秀這個資料 出去給我的控制器 所以你的smt32連到了你的max這顆7219這顆ic 然後你把你的三個接角 gpio的porea的012三個接角 連到這三個接角 分別是cs、din跟clock之後 你接下來寫程式控制它對不對 那你要跟它講什麼事情 以這個來說的話 我希望輸1001然後000011 1001是什麼東西 我們看一下 我們100是要請它設定codebook 然後是0到3都要用codebook 然後4到7是不要用code的情況之下 然後我要輸出這個don't care don't care don't care 然後1001 然後000011給它 透過這個din跟cs給它 那在整個輸入的過程當中 就是一直往前推就對了 你最早輸入的是msb 你最後輸入的是lsb這樣子 所以你要把這個數字 從這邊、這邊、這邊、這邊 一直送給它 因為它一直送、一直送、一直送、一直送 那我們怎麼做呢? 基本上是這樣子 它永遠是上升的地方做取樣 其實前面四個數什麼都沒有關係 我們就假設輸0好了 所以首先你再把你的d in那邊輸0 先輸好0 因為你等一下會用clock來請它 幫你做取樣對不對 接下來你把你的clock從off變成on 所以你先d in輸0 假設你d in是gpl pora的第一個bit 你就在第一個bit輸0 然後假設你的clock是接gpl pora的第二個bit 你可能就在por2上輸0 那接下來輸1 那輸1之後呢 這資料就會被你的controller 就是max7819的sampling到 說這等於是0 就把0放在它的shift register裡面 接下來你再輸出0 然後再把clock off 再on起來 再第二個clock它就取到第二樣 可是前面四個bit 你知道它是don't care的 所以你就不管是don't care吧 就送掉就好了 接下來你會輸1001 0000111 對不對 接下來要輸1 輸1怎麼辦呢 你就把你的t in把它射成high 射完high之後呢 你的clock off再射成on 它就會變成這樣 對不對 就off再on 所以它在on的地方再取樣一次 就去到1 接下來你就輸don't care 現在我們就輸0000 那接下來我們出1001 對不對 然後再輸什麼 再輸00001111 接下來再把cs點起來 再把cs off變on 就請它把這 剛剛給它的16個bit拿回去看 它就會根據don't care don't care 把這個當作是你的address 一看1001什麼意思 1001原來是要做mode set 那什麼是000011 原來是要把前面四個bit 設成code b的font 前面後面四個bit 四個digital 設成自己控制這樣子 那就完成測定的動作 所以這基本上就是各位 如何把各位的smt32 透過三個接角去接各位的 八個七段顯示器 然後呢 如何跟這個控制器溝通的方法 所以各位其實已經不是直接 面對各位的七段顯示器了 其實各位面對的是一個控制器 這控制器呢 你透過三個bit 來告訴這控制器呢 希望它做什麼事情 然後呢 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這樣 前面三個實驗室 各位練習assembly的 實驗室開始 各位接觸到一些LED啦 steep switch啦 keyboard啦 這些東西 那我們實驗五呢 就請各位做比較複雜的輸出 就是各位的八顆七段顯示器的顯示 我們請各位顯示各位的學號啦 或者是從12345啦 或者是把它轉來轉去啦 或者是做什麼樣的 各位做完這個實驗 就應該可以找到工作 因為各位去那個光幕路上看那個 賣檳榔那邊閃爍的燈 就是這樣寫出來的這樣子 所以各位就可以去應徵 幫賣 不是賣檳榔 是應徵幫賣檳榔做前面那個霓虹燈這樣子 那你各位網路上看它更複雜的 或是各位在外面上看它更複雜的 就可以想想看是怎麼寫的程式 是要shift那個bit啦 要輸出什麼東西 因為很多燈是有很多顏色 所以各位可以秀這樣子 之前就有學長就是用一個有顏色的LED燈 然後把它照片放上去這樣子 他用一個LED的array 讀一個圖檔它的照片檔 然後把它秀在那個LED上面 那就長得就是它樣子這樣 各位可以想看各種不同的實驗 各位接下來可以做的 那我們給各位很快的提示一下 如果各位要寫個程式控制八顆七段顯示器的話 首先也是一樣 你的MAN進來都要把GP要做initial 因為我們現在雖然所有三個bit 可是三個bit也是bit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控制 比如說你要去把GPLA的012設成output 等等之類的 接下來你要控制這個MAX7219 MAX7219其實就是在控制它 比如說你要設定成什麼mode 你希望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就是請它來設定 接下來你就希望把這個0到1的數字 透過729顯示出來這樣子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如何設定7219 我們設定7219是這個程式 其實這程式的從頭到尾就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必須用MAX7219 send 把這個serious port 這個16個bit送去給它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設定decode mode設成0 把test設成0 把limin設成0 把引擎設成A 把shadow設成1 其實最後都是組合這16個bit 然後把它送出去這樣子 所以重點不在這邊 這邊其實就是蠻high level的function code這樣子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你怎麼把這個send把它送出去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呢 我們要send兩樣東西 一個東西呢 是前面的八個bit 前面八個不care don't care 然後前面還有這四個bit是address 然後後面這個 那以我們的這個程式的設計來看的話呢 它把R0呢 放的是前面的address 那R1呢放的是data 所以等一下你會看到把R0跟R1併起來的動作 R0就是pass permitter 放的是comment 或者是address 後面放的是data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會看R0和R1把它併起來 然後一起送出去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就是扣這個 最重要就是扣這個max729send的動作 就是你透過d in 透過clock 透過cs 去把這16bit慢慢送給它 我們先講到這邊 讓各位回去研究一下 這程式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下禮拜 再跟各位勾訴這個 送的程式 來自閃光 全部小朋友 有些東西 要不要再多唱 我們今天會看 我們下半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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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